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镜头下的迪丽热巴太美了。 粉丝,看傻眼了。提起迪丽热巴,她的颜值总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认可。 得到很多人的夸赞,即使是挑剔的网友们。 初到20年,迪丽热巴的演艺之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,那就是顺风顺水。 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品,还出了好几部爆款剧。 在《克拉恋人》中,她演的高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,先来说说高文。 这个人设跟迪丽热巴本人很贴近,演得很自然,很精彩,且人设很讨喜。 也跟她本身的灵气有关,真的把这个角色演活了。 迪丽热巴也是凭借着高文这个角色收获了不少粉丝。 能把女二演得比女主还要受欢迎的,迪丽热巴也是很厉害的。 热巴的身材也是非常不错的,热巴穿上一条背带裤亮相。 立刻带你回到了那个青春时代,可爱又灵气。 牛仔的布料特别显气场。 经过洗水处理,让背带裤有一种造就的感觉,越穿越有气质。 CP穿搭灵感明星穿搭苍天啊,热巴怎么这么美。 好吃它的银啊爆一爆PS,被种草了涂一的小香。 可惜现在几乎买不到了。 CR,聚集穿搭手册CP。 它穿的格子大衣,戴着黑色的鸭舌帽,在镜头下,特别活泼,灵动。 太美了。 这套衣服增加了女性魅力,不得不佩服摄影师的功力。 其实,我们对于明星的摆拍,已经司空见惯了。 不过热巴太美了。 360度无死角。 好喜欢它呀。 你们呢。 近期,刘大锤表示,迪丽热巴台上台下反差有点大。 镜头前工作的迪丽热巴,永远都是气场全开,时尚动人。 穿着单薄的长裙优雅大气,即使是在寒冷的春季,热巴的表现力依旧很好。 迪丽热巴是远近闻名的美女,这点毫无疑问。 出身少数民族,给她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古典美女的优势。